在我的服役过程中 经历了EUE疫情从两年变到四个月的军事训练役 这样的演变过程 还是让我感触很多的 但是政策面我们也真的无法改变 不过说真的 四个月才准备开始要体验真正的部队生活 就要退伍了 我个人还是比较偏向EUE的疫情两年较为合适 该遇到的都遇到了 什么专精啊下基地啊联勇啊等等 但是现在的军事训练役 充其量只是完成了新兵入伍训练 以及两个月的专场训练 然后靠四次每次五天的教育召集训练 来勾起他们一点点的军事技能的回忆 想起来还真的有点可怕 我带过的EUE应该有一两千人 那当然啊 这个过程一定是有血有泪 有欢笑有悲伤 其中还要夹杂着一点哭笑不得 或者是愤怒 EUE就是那么的可爱 不过现在的干部已经无法感受 那你会问 为什么EUE能带给你那么多不同的感受 因为EUE他们是征集 他们不像志愿义士兵需要挑选 需要鄙视口试 是几乎全部的男人都要入营 当时也没有替代役这种东西 大家来自四面八方 不同的家庭服役时间又不算短 能不闹出一些事件吗 那我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事件跟大家说明 那可能要讲好几天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让我印象深刻的五个EUE事件 某天一如往常接到人事科的通知 带回来了四个心境人员 其中一个心境人员 马上就吸引了单位其他弟兄的目光 因为他叫做吴伟雄 没错 他的名字的谐音就跟吴伟雄差不多 但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是一个智力不是很高 身体完全不协调的人 初期真的遭受到一些班长及弟兄的言语霸凌 他从下部队到厌退 只会写自己的名字 踏步永远都是同手同脚 走路跑步的时候 身体跟头从来没有摆正过 我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跟人事科商量了一下 决定帮他办理厌退作业 一看到他国小的成绩单 心里其实有点心酸 不是饼就是丁 他明明就是跟正常人不一样 为什么可以通过征兵检查 为什么可以入伍 为什么还要让他进来军队受苦 你们这些相关单位都是干什么吃的 我当时非常的愤怒 直到帮他办完了厌退作业 心里才好过了一些 虽然跟他相处的时间不到半年 我知道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希望他能一切平安 当然我服役的过程中 也接过一些达官选药 正伤名流的小孩 那些小孩的嘴脸都差不多 真正谦逊平易近人的没有几个 唯独有一个让我印象深刻 他的母亲是某个县市的议员 非常有理非常有气质 父亲是某个大汽车公司中部的负责人 事业是如日中天 他自己是毕业于台湾技职体系最高学府 这种家庭大家可以想象 应该是过得不错的 可是这个士兵却没有一点点的傲气 刚来的时候还常常被我电 但是他还算是满守规矩的 直到下部队大概三个月后 我的一席话让他听下去了 那个改变之大 只能用脱胎换骨来形容 连他同梯的三个人都吓了一跳 他是我服役过程中改变最大的人 也是唯一一个回来看过我的人 没办法 我就是那么机车 没有人会回来找我 有一次单位的重大演训后 大家即将休假 我还特别在离音宣教中提到 经过了演训任务 大家都很辛苦 休假可以放松一下 但是不能忘记军纪要求事项 这个士兵是国中学历 不太爱说话 感觉有点阴沉 不过该做事的时候 他也还算蛮认真的 他是我服役过程中 唯一一个直接被抓去关的 当时他在国防部台南六甲监狱服务 就只是为了七千元 一个不是很大的数目 就因为女朋友欠了卡债 急需还款 而犯下了当街抢劫的罪行 我听到后非常的惊讶 为了七千元断送了自己的一生 值得吗 你跟我说我可以借你嘛 我甚至可以给你嘛 其实在演习的整备阶段 他真的是帮了我很大的忙 真的是觉得有点不舍 有一个新进人员到部队一个星期后 我陆续听到一些官兵反应 说他总是自言自语 一直说到顶楼跳下来会不会死 这类的话 我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人了 我处置一直都是 我不是医生 这种事我相信医生的诊断 去完军医院后 医生诊断他失轻微忧郁症 家属一直跟我说 这样可以厌退了吧 回到部队后 长官怕他发生危安问题 还叫我派一个兵去守着他 我就在想这样下去怎么可以 我就预化把他送到十六病房 由医生再次评估他的状况 我跟家属约定了一天 我们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十六病房的状况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十六病房 他有一个透明玻璃 是可以看到里面的景象 当他妈妈看到这个情形 马上跟我说 哎哟 我的儿子不是这种人啊 我就说 阿姨 依据医生的断定 你儿子就是这种人 要厌退的话 可能要住进去一阵子来观察 他马上拉着他儿子在旁边 说了几句悄悄话 最后决定不要住进十六病房 回到部队后 他儿子就恢复的跟正常人一样 再也没有发生什么状况 直到平安退伍 我想休假是每个军人最期待的事吧 尤其是部队性质的单位 更视休假为一切 但是你有没有看过那种 只要一休假就给你预假或是整个不回来的那种人 在我的军理生涯当中就活生生的给我出现了这样一个士兵 其实他乖乖的也很听班长的话 做事也蛮认真的 就是有一个坏习惯 一休假就忘记收假 他高兴回来才回来 过了两个月我火了 为了不让他在营外发生经济案件 我就说 你以后都在营休假直到退伍 那老兄也一脸无所谓 简直把部队当家了 也是在某一次的演习任务结束 我看他在演习的过程中还蛮认真的 那时候他大概三四个月没休假了 我突然一时心软 真的是一时心软 说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让你休假 你一定要准时反应 他一口答应我没有问题 结果 你们觉得他有回来吗 收假当天他还是没有回来 过了两天之后才有警车送他回来 自从这次之后他再也没有休假了 直到退伍 回想起有义务役的那个年代 总是这样的特别 这个才叫做真正的革命情感 一起生活一起学习 一起完成某些重大的任务 这个跟一个全自愿意的部队 那种感受真的很不一样 你遇过哪些经典的义务役事件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 以上是我针对那些年我带过的 经典义务役的分享 就提供大家做参考啰 如果大家对国军基层各项事务 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我会尽力为大家解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 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